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谷奇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第1610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SS系列一个关于电影第七集的核心集的玩具 它的名字叫做Telecom Freezer 这是一个第七集出现的一个派系 Freezer怎么翻译 佛丽达大王 它的样子跟迷乱很像 我看到的时候也一度以为这是是不是迷乱 然后换个颜色推出 后来看了它的载具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变成了一个像是一个武器的样子 非常非常奇怪 预告片也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人物的出场 我们再次看一下它的一个资料 Freezer 然后我们后来发现到在说明区的最后 它有提及 这个家伙是可以 应该这个应该是Leader级的天灾吧 他们可以有一个作为它的武器出场 那就可以理解它为什么可以变成一把枪了 然后它所附带的一个内部的包装盒 这是一个类似像是博物馆的一个地方 有恐龙化石 而这个人物身上的话呢 确实也有一些像是古代生物一样的感觉 像是这个骨头 上面有一些做旧的涂装 在围城系列的时候呢 有一些化石恐龙的玩具 不知道有没有 就这家伙是不是真的在这种博物馆里头出现了 那它的头雕呢 非常的好看 有和四颗眼镜 而且做得非常深邃 眼珠子的话呢 是完全是挖进去的 这个细节的话呢 可以说是满满的一个诚意了 包括整个身体前后左右的细节 都是非常满的 这才是电影戏玩具应该有的样子 但它身上的话呢 有大量的球关 六个球关非常的大 我已经有加强过了 用这个快干的胶水 把它稍微补强了一下 但是在这个腿的部分的话呢 还是稍嫌的 有点软脚啊 在站立的时候呢 各位就自己去 自己做个补强吧 六根手啊 包括脚的话 反正通通都可以动 那关节都是只有这个根部 还有这个肘部 那这个腕部的话呢 只有在脚的这个地方 那它是可以另外单独转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身上的话呢 满满的这种做旧啊 脏屋 头的话可以这样子转 这个头掉我真的觉得很有爱 看上去嘴巴好像能动 其实不行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的牙齿其实还是有涂装涂上去的 那摆动作的话呢 就看各位了 那由于电影还没有出来 然后预告片也完全没有这家伙的形象 它到底是一个搞笑角色呢 还是一个凶狠的角色 这个完全没有人知道啊 我们就单纯看这个玩具的造型 喜感还是很强的 还是很强的 那我们就进入它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三变 甚至是四变的一个形态了啊 那它的变形主要就是 背包这个部分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挑开来 整个的给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呢 先把这个枪啊 把这个给翻过来 这一头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它的头给盖住了啊 把这个头往上抬上去之后 这个盖板就盖过来 就把它的面部呢 给盖住了 接下来就开始 它的一个非常 胡弄人的一个腿部的变形 它的腿的变形呢 后脚的话呢 暂时先到这里就可以了 再来它这个脚啊 就往下 中间的这个脚往下放啊 那在玩的时候呢 这个手脚脱落啊 是非常正常的 那我们第一个要锁扣的位置呢 是它的这个地方转过来 它这里写一个R1的这个东西 它这个地方跟这里要扣在一起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形状呢 是有一点朝斜脚的 所以呢 它应该是默认 希望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腿啊 是这样子插开的啊 是插开的 那这个的话呢 还可以再调整 但原则上就是这两个地方 你把它扣住 然后去做一个调整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会自动变成一个 所谓的联动的状态 那另外这胳膊也是一样 就是把第一根最上面的手 翻折之后 然后跟后面的这个洞 去做一个结合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转动一下啊 而且它是看起来就是要我们这样子 写一个角度扣进去的 好 那你可以试着把它一起往后面推一些些 这个完全是看你个人怎么去控制它 其实没有很好控制 加上的话呢 如果你的这个 你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胶水啊 如果你上的不够多的话 这个喷手的状况呢 是一定会出现的 好 那这个后面这个脚的话呢 按照说明书的摆法的话呢 它就是摆成 就是摆这样而已 没有别的啊 就这样扣上去 OK 那你究竟是一个生物还是一个 一个架着的自走炮 就完全看你个人的想象啊 我感觉它有点像生物吧 像是枪头的狗吧 maybe 或许是吧 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目前真的不知道 这是它的所谓的第一种形态 它第二个形态的话呢 就感觉比较舒服一点了 感觉比较舒服一点 它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扣上去 两侧 还有个卡扣扣上去 然后翻折这个部件 我们要把这个凸 这个凸扣进这个洞里头去了 这里 这个感觉也还 总算是稍微的 可以把它扣稳一点 这里 捏着它 对着这个形状扣下去 它一定都是一些特殊的角度扣下去 这个地方一样转上来之后呢 我们一样 我们要去扣 这个地方 这里 这个图跟这个扣上去 那一样移动过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应该是 反了反了是这样 转过来 我们是要扣这里了 扣这个手腕这里 跟这里扣上去 这个看说明书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这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上了一个YouTube上面 YouTube上面好像也还没有看到 我好像也没看到有人 做这个玩具的开箱 真的是就比较 在变形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看的是比较痛苦一点 比较痛苦一点 这里扣上去 都是硬把这些东西给扣上去而已啊 没有什么技术啦 然后这个地方一样 再做一个反转过来 到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还有最后的一个地方在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枪托 不对握柄 然后它就可以给这个 其他角色这样子握在手上 变成了一把这个 看上去还有点模样的一把 一把枪了 那我们总体来说呢 这一款Pleaser呢 我最满意的还是它的人形了啊 非常的帅气 特别是面雕 那细节的话呢 也是诚意满满 涂装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还有一些基本就有的一个分色 确实是相当的有质感 但是它的一个隐藏形态 就有点有点有点 很糊弄人 那这个枪的形态呢 还是我勉强可以去接受的 那它是可以变形成 其他角色的武器啊 比方说我们就拿这个Voyager Class的圈套呢 来跟它做个简单的小搭配好了啊 理由上它是应该要配L级的玩具了啊 所以这个搭在它的手上感觉还是稍微偏大了一些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记得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